也會很多人聚焦包括是金控的股東會都陸續的登場 今天是輪到了永豐金控上陣 那對永豐銀行銷售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TRF 結果是被金管會懲處的這個案子呢 與會的小股東有不少的質疑 不過永豐金董事長何壽傳強調 人民幣的匯率已經回升風險已經過去了 未來還是會繼續販售TRF商品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股東或客戶 有買到這個所謂的TRF 我想如果買到的話 現在心中應該在糖水當中 永豐金控10澳上午召開股東常會 會一開始小股東就輪番上場發言 大部分都是關切永豐銀銷售人民幣TRF 遭到金管會處分 以及銷售大陸相關商品的風險 TRF基本上是在 是在做遠期的這個操作 今天是第五天了 這個數字大概是回到6.22大致上的風險 就已經可以排除了 永豐金董事長何壽傳強調人民幣匯價 已經回升到6.22元的水準 基本上與客戶預期的風險值已經差不多了 由此來看風險已經過去 不過對小股東來說 這樣的答案顯然無法接受 就客戶所做的商品 我們一定會跟他去把這個風險 希望他能夠最小化 看董事長他們其實沒有證明回應 他其實都是在迴避 不只是永豐銀 其實其他銀行他們經營人民幣的業務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這個是金管會要負一定的責任 為什麼出了那麼大事情之後才去一家一家銀行去查 永豐銀主管強調 目前TIF客戶部位還會發生客戶賠償要求 TIF是做遠期操作 可以用來研判人民幣升扁 有它存在的價值 未來仍然會繼續銷售相關商品 經濟日報 蕭博欽 夏俗賢 台北報導